我们继续看一百六十页 讲到安纳律说 这个佛灭后 赞莫不赞 这个都是无稽 接着又说 如来灭后 死后 灭后 亦有亦无吗 基本上前面是说 如来死后 唯伍 唯有 唯伍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这个基本上是 印度的所谓四句 有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不是有 就是无 或者亦有亦无 或者非有非无 阿纳律都说 如四尊说 那么就四尊 他回答 他是说 那么不管是有 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都是无稽 无稽就是不予稽说 那么 又问 又问这个阿纳律 那么 尊者 那是怎么样呢 那如来死后 有 你说无稽 没有 你也说无稽 亦有亦无 你也说 非有非无 你都说无稽 那尊者 是怎样 那么 这个是 沙门取坛 是不知 不见吗 那阿纳律就说 世尊非不知 非不见 世尊也不是 不知道 也不是 那么 不理解 不了解 那么 十足外道 与阿纳律所说 心不许愿 喝麦 从作而去 那么 通常 有 是指 常有 一般叫做 永恒的存在 因为如来灭后 存在 如来在的时候 他也在 如来灭后 如来也在 那么 这个就是 所谓的常 那么 如来灭后 不存在 如来在的时候 如来在 如来灭后的时候 如来就不在 那么 这个就是断见 这个就是无 就是 如来在的时候 他也在 如来灭的时候 如来也在 那就表示 有一个不变的如来 这个是 恒常的 就是 有 是恒常的存在 无 是永远的消失 一般我们说的 常见跟断见 那么 一有一无 既存在 又不存在 就 这样的观念 你不能说 它存在 也不能说 它不存在 那 它是既存在 又不存在 那么 既不存在 又不是真的 不存在 那 基本上是 印度人习惯 做的 试句论法 所以 常常会讲 离试句 绝百非 那 也不是 世尊不知道 好 那阿纳利 度之 外 度之 诸 外道去 那么 阿纳利 见这个外道 走了之后 就去问佛 那么 用外道 所问的 那么 跟佛说 那么 佛 佛 就跟佛说 那么 外道 说 世尊 那外道 这样问 那我这样回答 那么 有没有讲错呢 为顺诸法 所谓 得五棒 世尊 那么就是 我这样说 有没有说错 那么 那么 这个是 顺于 正法 说的 还是 为师 正法 来说 那么 会不会让人家 那么 来 非难 结问 佛陀 那么 多 喝 则处 就是这样讲 讲得不完整 不正确 所以 会让人家 会让人家 喝则 找到把柄 那么 让如来 那么 丢了面子 或是让如来 被喝则 会不会这样 佛就跟阿纳律说 我经问如 谁所问答 好 那我现在问你 你就你所知道的 告诉我就可以了 那阿纳律 阿纳律 色是常 还是无常 我们会发现到 那么 通常佛都是这样回答 那 前面有几部经 也都是这样 那 引导他到无常 无我来 那么 色是常 还是无常 因为前面也讲 色是如来 那 还是 不是 那么 先问你 色 这个身体 那么 因为他在讲 如来灭后 在或不在 那就先讲 那如来在不在 那如来在 如来是这个 无印色身 那就先讲 这个身体 那到底是 永恒的存在 还是 那么 灭后会永恒的消失 因为你要 你要理解 如来灭后 到底是有跟无 就是永恒存在 跟永恒消失 那你必须先了解 如来现在 那么是永恒存在 还是永恒消失 那么你先了解 现在的这个如来 到底是一种 怎么样的存在 你才会知道 那个灭后的如来 灭度后的如来 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先问他 这个色身 如来这个色身 是常 还是无常 那么当然是无常 那么受想形式 是常 还是无常 他就回答说 是无常 那么如 燕魔家 契经广说 那燕魔家 就是我们前面 已经有讲过了 就是在第几页 我看一下 184页 就前面172经 前面172经是第几页 172经 156页 156页 这个燕魔家 156页 172经 这个是燕魔家 那 这个佛法 佛教里面我们说过 那么有两个 就是当时说的不对 那佛跟他纠正的 一个就是燕魔家 一个就是阿灵扎 阿灵扎说 欲非仗道法 那燕魔家说 如来灭后 阿罗汉灭后 那么不再存在 就没有 就完全不存在 那 这个是两个 两个 我们叫做 非法说法 法说非法的 那就是 如来没有这样说 那你却说如来这样说 那 非法说法 那法说非法 如来说 淫欲是障道法 你却说淫欲 不会障道 那 这个基本上 是 当时 当时佛还在世的时候 不过 后来 那 这个燕魔家 跟阿里扎 都被纠正了 那么 燕魔家也得解脱了 好 那我们再放回来看 那所以他这里讲 他就说 这个如燕魔家 契经 广受 就前面 172经 那么乃至 世事如来 就前面也是这样讲的 色受想形式 那是如来吗 不也 因为他前面是讲 色受想形式是常 还是无常 然后后来就讲 这个 那么色受想形式是如来 还是不是 那佛卦阿纳律说 做如是说者 谁顺诸说 不半如来 非为悦赤 悦赤就是 不按照 正常的赤地 那么来说 不按照正规的来说 诸赤法说 如有能来 难解喝者者 所以者 我于色如实之 色疾灭 灭到鸡 如实之 阿纳律 若舍如来 所作 无知无见 说者 此非等说 那如果你说 那如来是不知不见吗 那么就是无知无见 因为 日外道说 说有也不是 说没有也不是 说亦有亦无也不是 说非有非无也不是 那肯定是如来不知道了 不知不见吗 所以多多不是吗 因为你也没有人 确定到底是有还是无 是亦有亦无 还是非有非无 你没有办法确定 你不知道吗 所以 那肯定是如来不知道了 也不是如来不知道 所以他说 如果 如果 你说如来 不知不见 无知无见 那么此非等说 等就是正确 那么这样的说法 是不正确的 这个是 讲到 亦有 有无 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 那么因为这里就牵涉到 我见的问题 如来灭后到底是存在不存在 那就要先解决 如来到现在 现在 因为还没灭 那么现在的如来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那么才能够知道 灭后的如来 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讲起来 其实就是 无我 那没有 有跟无的问题 那没有有跟无的问题 所以 就没有 灭后 存在不存在的问题 好 那 这个是 针对 阿那利 针对外道的 然后来问佛陀 讲这个十四无忌的事 包括世间有边无边 如来灭后 存在不存在 好 来看一百七十五经 这个一百七十五经 他说 有这么一天 佛在 婆祈果 婆祈果 一般也叫做拔祈果 那拔祈果的首都 其实就是辟舍林 那么 射所婆罗山 入野森林中 这个射所婆罗山 有时候就叫做 斯修摩罗山 那斯修摩罗是 俄语的意思 就是很多俄语的山 那么他说 路野森林 路野森林 有时候叫做 布林的路远 或是鬼林的路远 就是这里很多路 但是 就深山因为 那么很恐怖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 有纳居罗长者 那么一百二十岁 年齐根手 勒劣苦变 而欲觐见 世尊 及先所中重 知事比丘 就 这个纳居罗长者 那么来 已经年纪很大了 一百二十岁 年纪大了 当然身体就开始 衰败 就比较辛苦 但是他想要来看 世尊 以及之前 他尊重的这一些 知事比丘 我们叫做众所知事 众所知 众所事 就是大家都认识的 很有名望的这些比丘 比如说守力佛 木剑连 那么来 义佛所 其守佛祖 退座一面 他到八七国 射守婆罗山的 陆野森林中 然后来见佛 这个跟佛说 世尊 我年衰老 累累病苦 那么 智力勉励 敬见世尊 及先手尊重 就是 之前 我所尊敬的 值得尊敬的 那么这一些 那么 比丘 那么众所知 众所事 众所 就是我所尊敬 我所尊重的 那么这些 有名望的比丘 众所知 众所事 就是比较有名望 大家都认同的 那么 唯愿世尊 为我说法 令我长夜安乐 我希望 我从那么远的地方来 拖着这个身体 老病的这个身体 那么来见世尊 不过就是 希望世尊 为我说法 让我能够从这个法障 佛法障 得到利益 这个世尊 就跟这个 纳居罗长者说 好 非常好的 长者 奴时 年老跟手 你确实 也年纪很大 那么 身体 身体的各个部分 都在衰败了 年老跟手 累累苦患 身体都很虚弱了 那么受到这些 这个身体的这个痛苦 病患 过患 那么 额能致力 那你还能够 自己一个人 走到这边来 因为他在森林里面 你还能够 走路都很辛苦 你还能够 那么辛苦的 自己一个人 来这里建卢 以及你之前 所尊重的 这一些 有名望的比丘 那么 长者 当之 现在在讲 假设你身体生病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有 这个时候 不管是年轻 那么尤其在 年纪大的时候 老的时候 很难避免的 很难避免 那么 你不会受到病苦 生理上的痛苦 一定会有 即使是佛陀 即使是佛陀 也不能避免 所以 他在教我们 那么如果 有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说 当之 你应该要知道 与苦换生 常当修学 不苦换生 那么 对这个苦换的生 那么 你要修学 那么 于这个苦换生 而不苦换 那么 基本上就是 对这个身体 在病苦的时候 那么 心 不会 随着他而受苦 其实是这个意思 好 就是说 我们 因为 生理上的因素 我们会为这个身体 那么 受到一些苦的逼迫 那 那 你要怎么样 在没有办法 解决这个苦 那 比如说 我们年轻 生病 那去看医生 就会好 但是年纪大的 这种病 那 不是你看医生 就会好 他本来就一直往下坡走 那 这个是 没有办法说 你看完医生 就会好 但是有可能 你吃药会减缓疼痛 但是 如果 在没有办法 避免的情况下 那么 你有这个 受到这个老病苦 像这个 纳居罗 120岁 那120岁 很多东 很多器官都退化了 那么 关节都退化了 那么 所以 他本身 就会有遭遇 这种 身体的苦患 那怎么样 在遭遇身体 苦患 逼迫的时候 就是 苦是一种 压迫 逼迫 让你一直 那么 没有办法 又必须承受 就变成这样 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 那佛陀就说 那么你应该修 于这个苦患身 有苦患的 苦 过患的这个身体 修学 不为这个苦患身 而受苦 不应这个 不应这个 这个 为苦逼迫的身 而受苦 就是说 我的心 不为 不为这个身的苦 而逼迫 其实是这样 好 那 这个时候 世尊为纳居罗 长者 誓教利息 简单讲 就是开示 说法的四个次第 那么 开示这个 佛所说的法 那么讲完了之后 那么就默然而住 那居罗长者 闻佛所说 欢喜随喜 礼佛而去 就是佛就跟他讲 那底下到底佛怎么讲 并没有说 那后面还会再讲 就是跟他说 你的身体确实 有够 就是 也很 也很衰老了 那么你要修学 怎么样 医着这个病苦的色身 修习 修学 不为这个病苦的身 不为这个身 年迈的身 而所苦 好 那么这个时候 舍利佛 离世尊不很远 在另外一棵树下坐 那么 这个纳居罗长者 就 听佛说完了 就去 舍利佛尊者的地方 因为他其实 应该是 还没有听 很明白 那佛大概都是略说 因为不好意思 打扰太久 那么 佛弟子里面 也会常见到这种 然后 之后去问阿难 问家詹言 问舍利佛 那么这个纳居罗也是 那佛说完了之后 因为他底下 欢喜随喜 离佛而去嘛 后面还没有 所以 他完了之后 他就去 见舍利佛 那么顶礼这个舍利佛 然后 这个 舍利佛就问他 那么 你现在 看起来 诸根合约 就看起来精神不错 也貌色鲜明 就 看起来 你的脸色不错 精神很好 那么 于世尊所得闻生法也 你是不是刚才去世尊那里 听到 世尊所说的圣身佛法呢 那么 那居罗长者就跟舍利佛说 今日世尊为我说法 事教造识 有时候叫事教造识 有时候叫事教利息 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说过 事就是 开示 显示 那么他的义礼 比如说善啊不善啊 应该 那么教 就是 教导他 比如说 这个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然后教导他 你应该要 行善 去恶 舍掉不善 那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可以得到 什么利益 那么 那如果他真的去做 那随起站在他所做的 那基本上是这样 这是说法的四个次第 先告诉你正确的目标在哪里 正确的道理是哪里 然后你接下来告诉你 你要怎么做 你要第一步你要做什么 第二步你要做什么 然后再告诉你 你这样做的时候 那会有什么功德 所以我常常一部经里面 基本上就是 修行的宗旨跟理论 然后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修行的殊胜跟功德 基本上就是 也是类似像这样 那最后 你照着做 或是你听明白 你发这个心 赞叹你 你这样做 随起赞叹 你所理解的 你所修行的 那基本上 这个是 一般来说 就修行的 几个次第 那一般讲 世教造型 或世教例行 那都是在说明 佛弟子听闻佛法之后 那么完全正确的理解 佛所说 并且依法修行 而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其实在说这个 好 那么他说 世尊为我说法 那么以甘露法 灌我身心 甘露法就是解脱法 那么就是灌注我的身心 事故我今诸根和月 颜貌鲜明 所以我今天显得精神非常好 那么脸色非常 非常好 那么 舍利佛就问 问这个纳居罗长者 那么世尊到底为你说了什么法 那么开示 什么样的法 那么教导你什么样的法 然后又告诉你 怎么样修行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功德 那么又赞叹你什么 那么所以你现在 可以说为佛法的甘露 守论者而身心 有这样的面貌 有这样的喜悦 那居罗长者就跟舍利佛说 我刚刚去到世尊那里 向义世尊守 那么我刚刚去到世尊那里 那么跟世尊说 白世尊言 我年衰老 雷烈苦患 那么 自立而来 敬见世尊 己守宗中 知事比丘 我刚刚去世尊那里说 我很辛苦的 从很远的地方来 因为我年纪大了 那 自己这样走过来 也很辛苦 那为了要来见世尊 以及我所尊敬的 那么这些 有名望的这些比丘大德 那佛跟我讲 我先赞叹我 那么了不起 非常好 我纳居罗 那么你实在也是衰老 那么身体也实在很不好 但是你为了佛法 你还能够自己一个人 那么来到这里 那么见我 以及见你所想见的这一些 那么有名望的 那么这些比丘尊者 那么我今天 你现在 你今天对这个苦患的身体 应当修学 不苦患 就是不在这个苦患的身体里面 起苦患 所以叫做苦患之身 修学 不苦患身 在这个会让你苦患的身体中 修学 不受这个身体的苦患 不受这个身体的苦患所影响 不因为这个身体而苦 在这个身心会导致 在这个身体导致你痛苦的情况下 你要去修学 不应这个身体的身体呢 不应这个身体的苦 那么 世尊为我说 如果佛陀对我这样讲 我绝对不会 就是诸根 就是和月颜色鲜明 我应该不会 因为我觉得 然后呢 如果是我 那然后呢 那怎么修 对不对 但是他为什么 这样听了就那么高兴 我也不晓得 但是人家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因为后面佛陀 如何施教造型 我们不知道 他没有讲佛陀 如何施教造型 施教造型是告诉你 第一步要怎么修 第二步要怎么修吗 他没有讲 但是我们会觉得 还好啊 这样听 单单听这样 有值得那么高兴吗 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世尊为我说如是法 那么施教造型 甘露论者 我像是受到 甘露水的滋润 那么利益一样 好 那么舍利弗就问 舍利弗 你看舍利弗就问了 那说 那你刚刚 为什么不去问世尊 那什么 如何苦患生苦患心 什么叫做苦患生 什么叫做苦患心 那要怎么样 怎么样 苦患生不苦患心 重点来了 所以啊 我说如果是我 我会觉得 单单听到这样 有什么 因为还没有解决问题啊 对不对 我们不发现有解决问题啊 那怎么修还没讲啊 所以舍利弗就跟他说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去 不再问世尊 世尊这样跟你讲之后 你为什么不再问 那什么叫做苦患生 什么叫做苦患心 什么叫做苦患心 而不苦患心 重点就在这里 就是你这个身体 身体的因素 让你痛苦 那么佛陀告诉你 你要在这个痛苦的身体 因为这个是不可逆转的嘛 老病死是不可逆转的 那么你要在怎么样 这个身体的苦痛之下 那么你的心 不随着他痛苦 他告诉你这样嘛 那 那 什么是苦患 就是身体造成的苦患嘛 痛苦过患嘛 那么心也会随着 这个身体的苦患而苦患嘛 所以叫做苦患生 苦患心嘛 那苦患生不苦患心 就是身体的造成 身体年老 生病造成的痛苦过患 心不随着身体的痛苦而痛苦 没有那个过患 那么长者答应 我已失忆过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问你的啦 因为佛陀时代确实有 就是佛陀讲的就是略说 那佛弟子不好意思麻烦佛陀 所以问了之后 以下详细的解释 就来问舍利佛 问穆建员 问阿难 问家瞻员 问路罗纳 通常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单单看到这个 那么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呢 为什么听了这种高兴呢 我有一个主题啦 我可以去问舍利佛啦 是因为为我详细解说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如果是我们 当然单单听到这样 那佛陀跟 你要修苦患生不苦患心 那还没有呢 那怎么修 那好 那现在底下就讲这个 那么 长者 舍利佛就跟他讲 你刚才怎么不去问佛陀 问清楚 怎么样修 那么可以苦患生不苦患心 那居罗长者 就跟舍利佛回答说 我就是不懂来问你的 我没有问世尊 我就是来问你的 那么希望 希望尊者 舍利佛尊者 为我略说法要 跟我解释一下 那怎么样苦患生不苦患心 好 那么舍利佛就跟长者说 好 非常好 长者 那么你现在仔细听 我当为无数 那么鱼痴无闻凡夫 通常这是阿兰经常用的 就鱼痴无闻凡夫 跟智慧多闻圣地子 阿兰经没有讲智慧 都只是讲多闻圣地子 那么 但是我们把它对照起来 其实就是鱼痴无闻凡夫 跟智慧多闻圣地子 那无闻 所以导致鱼痴 鱼痴 所以成为无反夫 其实是这样 那么多闻 所以会有智慧 闻思修正 多闻会有智慧 智慧 所以会超反入圣 那么 余色 极 灭 魏 这里是极 灭 魂 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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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极 灭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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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里 讲成极 灭 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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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热于色 言色 是我是我所 而取色寿 色寿什么 色寿这个色 是我是我所 其实就是 我们简单讲 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色寿 色是色寿嘛 因为五蕴嘛 现在的色是指色寿 五蕴 色寿想形式的色 那么你对这个色寿的形成 那么消失 色寿的这个过患 那么味 是烦恼 味着 执着 那么色寿的 这个离 就是远离 这样的过患 那么你都不如时之 就是你没有清楚 理解 那么 究竟的明白 这个色寿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他的出现 他的消失 他的形成 他的苦又从哪里来 这个色寿所造成的苦 因为你没有 确确去理解 这个色寿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那么如时之 就是如其事实 就是他原本的 比如说 他是无常的 你不知道他是无常的 他是无我的 他的事实 他的事实就是无常的 但是你不知道 他的事实就是无我的 你不知道 他的事实就是缘起的 这个色寿本来就无常的 无我的 缘起的 他是苦的 所以无常苦空无我 他本来就是这样 但是你不如其事实 你就他的外相表象 那么你以为他是常的 他是热的 他是清静的 那么所以你只取这个色寿 而生起所谓的我 我所而取色寿 只取色寿 那所以当这个色 当这个色身 那变坏的时候 变异的时候 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 比如说年轻到年老 健康到生病 那么心事水转 脑苦生 因为你所执着的这个色寿 他是不 现在你这个色寿 他是无常的 但是你执着他是常 你有这个我见我爱在 所以当他产生变异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随着他受苦 那你说如果无我 正阿罗汉的人 或是佛陀 这个色身在变坏的时候 他会不会苦 他也会苦啊 但是他就是所谓的 生苦心不苦 他明白本来就会这样的 但是他还是会苦 但是苦的时候 他能够解决 他还是解决的 比如说佛陀被一根刺 刺到皮肤里面去 他还是要叫齐婆 把那根刺拔出来 他不会说 我生苦心不苦 没关系 多几根也没关系 没有这样子的 但是他如果没有办法 拔出来的时候 怎么办 那他就忍受 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辛苦 心很懊恼受苦 不会 因为他知道 这个也不过只是暂时的 所以这种 我说我们会想不明白 那有办法吗 可以吗 确实也可以 确实也可以 但是他也不受无畏的苦 可以解决 比如说他口渴 口渴 口干会苦啊 那么他可以解决 他就叫阿纳 阿纳你去跟我要一点水来 我现在很口渴 但是如果阿纳要不到水来 怎么办 他会骂阿纳吗 不会 一样 所以他不会因为这样的苦 而心随着懊恼 心随着懊恼就是 苦换生就苦换生 其实是这样的 那么心的苦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苦而生烦恼 不然心苦是怎么苦 苦是怎么受 我们的苦都是生受的 那心会产生苦 就是想不开 就是对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接受 没有办法忍受 不然心要怎么苦 苦是一种 苦是一种 比如说我们吃到东西很苦 那个是苦 那我们很痛很苦 那个是苦 那心的苦 心就看不见 心的苦是怎么一回事 心的苦就是懊恼 不能忍受 不能接受 那么就一直在执着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就会越来越苦 会导致身体很紧奔 那么心很崩满 很怨恨 就在这里 好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他说这个 因为愚痴无恶凡夫 不了解 不如实之 极灭 未幻灵 我们就念未幻灵 因为他这里忽然间改成幻灰 我们不太习惯 就极灭 未幻灵 不如实之 因为不如实之 所以就爱乐于色 爱乐于色就是 对于色这个无常苦 空无我 不如实之 所以他就会产生懒着爱乐 就我爱我所爱 那么颜色是我 是我所 而取色所 那当你这样的时候 那么色如果变异的时候 那么不再像以前一样的时候 若坏若易 若变坏若变异 心事就随转 就随着 随着这个色身 因为你的 你的专注点 你心的专注点 就在这个色身上面 直取这个色身 所以当这个色身变化的时候 你的心会随着它变化 那么 那么当你随着它变化的时候 因为已经不是你原来 不是你原来所希望的 不是你原来所知道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大部分的痛苦 都来自于落差 就是你原先的 你原先以为的 跟你现在看到的 有落差 落差越大 痛苦就越大 这个是很常见的 比如说你的公司 那么过年前 过年前 说要给你发 三个月的奖金 假设 结果要过年 跟你讲只发一个月 比如说一个月 一个月是三万好了 我们举例 我们只是举例 那么过年要发三个月 就九万 结果过年只发 一个月三万 你就会落差很大 就会很不满 但是如果你的公司 那么过年 他跟你讲 他跟你讲 那么今年只发 半个月的奖金 但是 后来 就觉得 那么半个月太少 给你发一个月 那你会觉得 好像赚到 但是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一个月 但是因为你前面 有三个月的 以为会发三个月 后面只发一个月 你就会痛苦 你心里面就会不满 那你以前 他只说要发半个月 结果后来多半个月 那你就会怎么样 很欢喜 可是同样都发一个月 为什么 同样都发一个月 为什么 你前面很痛苦 后面很欢喜 落差的问题 你前面希望有那么多 后来只有这么少 你以为只有这么少 后来有那么多 那就不一样 那落差越大 落差越大 痛苦会越大 据说你帮助这个人 你帮助这个人 结果这个人 没有感恩你 那你就算了 反正我帮助了 也不需要你感恩 好 但是讲是这样 心里面还是会低估 好 那如果那个人 不但没有感恩你 还毁谤你 认为 你本来就应该帮助他 那你帮助他还少 你应该帮助他更多 那你这样听了 你就会 你就会很火大 那个落差 就是说 本来我帮助你 也不需要你感恩 但是 虽然我不需要你感恩 你也要感恩啊 对不对啊 你也有感恩心啊 好了 没有感恩心就好了 你没有感恩心 你还在诽谤我 我帮助你 还不如去 拿那些钱 买去给猫跟流浪 猫跟流浪狗吃 他看到我还咬尾巴 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落差 那这样的落差就是 跟你原先设想的不一样 那我们对这个设生也是这样 我们原先设想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他会老会病会死 我们都知道 但是当我们对他产生执着的时候 在他老病死来的时候 我们还是不能接受 就会有相当大的落差 其实还是会有的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 本来就会这样 一定会这样 那么他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落差感 那么你一直执着他会这样 你一直执着他不会这样 就算你知道 你看过很多人都这样 但是轮到你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很大的落差感 那个就是我爱我见的问题 我执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会少去察觉的 因为我们就习惯这样过了 那么所以 他这里说到 那么因为你不如时之 所以就容易心是随转 随这个设身转 我们的心 他现在就叫你苦患身跟苦患心 那通常因为我们的执着 我们的执着 所以心会随这个身转 所以五蕴其实是身心护蕴影响 六路是心跟静护蕴影响 还要讲这个 那么就会生起苦闹 那么心的懊恼其实就是苦 心的懊恼就是苦 那么脑苦生予 就是懊恼的这个苦生起来之后 恐怖障碍 顾念忧苦节恋 这个南传就是我们讲的 十二元起里面的 他说仇叹苦忧闹 那老病是忧悲恼苦 通常都是忧悲恼苦 那么忧悲恼 然后苦 然后这里是仇叹苦忧闹 那这是南传的字写 仇叹苦忧闹 那这里是写恐怖障碍 顾念忧苦节恋 不管他写什么都是在形容 这个心的苦 心生起的这些烦恼 那么痛苦 那么于受想形式 亦复如是 那么你针对这个设身 以及针对这个设想形式 你直取为我 重点就是你五蕴直取为我 那么你就因为你不如实之 因为他实际上是无常 是无我的 你执着他是常 是我 所以待他变成无常 无我的时候 渐渐要变坏的时候 那么你就比较不能接受 你比较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是身 心苦患 这是第一个 苦患生苦患心 因为舍利福跟他讲 那你怎么不问佛 什么是苦患生 什么是苦患心 就是什么样的状况 身心皆苦 什么样的状况 身苦心不苦 那他第一个先讲 那怎么样的状况 会身苦心也苦 就是当你我见我爱 抢的时候 你不如实之的时候 那你平常 你就在观察这一些 所以当他来的时候 你虽然也会有一点点亚抑 但是你很快你就接受他 你很快你就接受他 一旦接受 你跟他抗拒的心会减少 跟他抗拒的心减少 第一个 你本身就没有落差 因为你已经预计他会来 而且来的时候 也必是这样子 所以你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你不会抗拒他 你抗拒的力量越大 你苦恼苦患的状态就越强 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好好想这个问题 那是从这边来的 所以那怎么样可以 生苦心不苦 就是生苦患 心不苦患 简单讲就是 第一个是 生苦心苦 身心俱苦 第二个是 生苦心不苦 多文圣地子 前面的是鱼赤物文帆布 那这个是 智慧多文的圣地子 鱼赦极面 你看这里又是 急灭未换礼 前面为什么讲 急灭换礼 我看你们的 是不是跟我的课本一样 急灭换礼也一样 应该是 应该要换过来 急灭未换礼 那多文圣地子 又变成急灭未换礼 那因为 胃一定在前面 胃左 然后你知道 然后施起过患 而人远离 那叫做急灭未换礼 所以他讲到 生苦患 幸不苦患的时候 鱼赦极灭未换礼 如实之 如果照这样来讲 应该要把前面的 那个急灭未换礼 改成急灭未换礼 这样才对 急灭未换礼 好 那可能这是超写的时候 那么写错了 那么 如实之以 不生爱乐 你就不会直取 不会直取 你就不会不见色 因为那不生 不 后面就是生爱乐 不生爱乐 那么 不见色是我 是我所 如果我们没有的话 就变成不生 不生爱乐 然后见色是我 我所 那这样是错的 应该是 不底下括号 生爱乐 然后见色是我 是我所 就是不生爱乐 不见色是我 是我所 那应该是这样 要不然会误会 就不生爱乐 然后见色是我 是我所 都不生爱乐 当然就不会见色 是我 是我所 那么 所以 比色若变若一 心就不随转 那么 脑苦生 就心没有苦恼 不会生苦恼 心就不随转 而生苦恼 那么 心不随转 而生苦恼 之后 就不会有恐怖 障碍 顾念 解恋 不会有这个 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么 这里少一个 因为 前面有多一个 忧苦 我们如果 可能要对照 恐怖障碍 顾念 忧苦 结恼 那这里 就变成恐怖障碍 顾念 结恼 那如果 如果要照前面的 那应该都一样 但是翻译 有时候是这样 它前后翻的 也有的不一样 好 那但是我们知道就好了 就是说它都是心得一种 心得一种苦恼 现象 那么受想形式 也是这样 这个叫做 生苦患 心不苦患 就是生苦心不苦 简单讲就是 身心俱苦 生苦心不苦 就这样 那年纪大的时候 生病的时候 常常生病的时候 特别要观 如何生苦心不苦 所以有时候生病的时候 我们常常 那么 就要想起佛陀的教导 那怎么样可以 那么 比较 即使会苦 不会那么苦 不会那么苦 其实是可以训练的 可以训练 那么 如果你很苦 那你又找不到医生 又医不好 那么你就越来越苦 那当你心的苦恼多的时候 会影响身体 会影响身体 那身体 因为身体 它新的一种思维想法 会有不同 对细胞产生不同的振动 就是它会影响身体 所以你很紧张的时候 很害怕的时候 那个身体整个是卷起来的 那个身体是产生在一种高压状态的 那么细胞很容易突变 或很容易产生过劳 那么当你即使苦的时候 你的心没有那么急的时候 没有那么紧的时候 那么它的苦会减缓 那 如果我们因为身苦 那么心非常懊恼的时候 那么其实对身体 是没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当然 你有能力去解决这个苦 你就不要白白受苦 但是当你暂时解决不了 或还没有能力解决的时候 那么你应该要利用你这个心 不要随着它转 你就去观察它 像我的话 那么也常常 有这个有那个会有 那痛起来也是很痛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 像我就习惯观那个瘦 那个瘦 瘦 那个痛 那个痛 比如说瘦如水泡 那个痛的感受 就好像水泡是水滴下来 刺激到才会痛 那比如说我们腰痛 转身的时候 就像一滴水掉下来 然后就生起一个反应 那么你越执着它 它是越痛苦的 那么当然 你也不是说不痛 那也是很痛 但是这个时候 你不要生懊恼心 你要先吸去这个懊恼心 那么先关这个痛 然后慢慢慢慢 你就顺着它 那么让它尽量减少它的疼痛 那就算没办法 那么你也不要心 一直在 在那个 怎么这么痛 怎么这么痛 那么你 快要受不了了 我快要受不了了 你也不用一直在那个地方转 因为这样会让你更痛 这样会让你更烦 因为心烦 生苦 那么你就会 整个身心都在 我们说的负能量 整个身心都在 不好的震荡当中 那么就算你生苦 那么你的心 可以让它调和 那么至少它可以稍微稳定 它可以稍微 身心稍微有一点稳定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就会很苦 你就会很苦 那老了有时候也会这样 身体的苦 就加上 爱别女 怨正位 就是你熟悉的人都不见了 子女都不在身边了 然后见见见见 那么你所依赖的 你的身体 你的事业 你的家人 一般人是这样的 那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那么你正年轻的时候 你的事业 你的家庭 你的身体 基本上就是这三个 那你的身体 已经渐渐老化了 它不再成为你的依赖 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充满着平静 充满着干净 已经没有办法这样了 你想我们说的 连要剥个花生都没有力 连要咬个花生都咬不动 这个时候 假设你的心 执着在这个地方上面 你就会产生痛苦 那么家庭 以前 年纪大了通常 比较少 老夫老妻都在的 通常是 老先生先走 然后老太太比较后走 通常是这样 但也有例外的 那不管怎么样 通常就是 到了老 第一个就是 身体已经衰败了 很多事你不能做 子女都心善了 老伴也没有了 老朋友也很少了 你能够活到老 基本上是一件好事 但是 你会发现到 你会越来越孤单 越来越孤单 好 我们先下课